嗨 给你们看一只天花板级别的菲尔小笔熊 还吐着小舌头呢 真是太治愈了哈 这只是刚更新的 就迫不及待的给你们拍一下 选一只好的笔熊 一 要看它的眼睛一定要是圆眼 二 要看它的嘴巴为一指最佳 侧面看和额头是成正笔的 三 要看它的毛量不能有杂毛 像这只狗狗的毛量又多又百 根本看不出来像三个月了哈 四 体型一定为板正体 小腿越短越好 五 鼻头和嘴巴为黑色最佳 当然小脚垫也不能落下哈 六 健不健康要看它的状态 这跑起来像个小马达一样 走一步跟一步 像这只狗狗的状态不用担心不好养 就是新手养它都没有任何问题 玩累了还想求抱抱呢 这抱起来像个假娃娃一样 这么可爱的小笔熊你们喜欢吗